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陈姓兄弟涉嫌经营人头账户买卖,先把台湾人带去香港开户,再把账户转卖给国际駭客,即次获利,坐拥巨额现金与三部名车,駭客则利用人头账户进行商业诈骗,共有四间外商受害,损失约一千万元,经过追查发现范贤为住在台湾的陈姓兄弟,立刻跨海提告。 台北地检署今日贞洁,依诈七罪嫌喜诉十三人,陈兄则因已过世,予已不起诉处分。 检警调查,陈姓兄弟出手阔绰,砸四千万元买豪宅不手软,名下还有一部马沙拉蒂及两部宝石结名车,人模人样,但私底下却涉嫌经营人头账户,勾结国际駭客,诈骗外商。 检警查出,两人已高薪吸引人头上门,且负担他们的机票与时速,抵杠后,再带他们去银行开户及设立空投公司,人头以为旅游又可当大老板,一举两得。 实际商却沦为诈骗集团帮凶,取得账户与公司名称后,陈姓兄弟随即把账户卖给绰号轴的骇客,轴利用空投公司名义与其他公司往来,伺机骇入对方系统取得电子邮件通讯录,假冒名义发信给通讯录上的公司,要求他们把货款汇到人头账户内, 四间公司因此受害,损失千万元。 外商察觉遭诈,立刻报警,巡线追查均指向陈姓兄弟随即跨海提告,检警经过长时间不信调查,查出除了陈姓兄弟事案外,还揪出台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原姓车手及日级牵线人,至于九名人头虽否认知情,仍被依诈其罪起诉,而关键骇客周, 检警仍在查验他的真实身份,同时追查是否有其他受害公司受害。